因出演电影赛德克巴莱受到瞩目的日本歌手西田惠里奈终于在3月2日实现梦想 举办首场个人小型演唱会 而一直力情深眉的同门小师姐徐亚涵也特别准备菜头抱枕到场支持 采访中谈及自己与Super Junior放浪兄弟同时登上日本音乐排行榜时 西田惠里奈难掩兴奋直呼不敢相信 而被问是否考虑发行台语专辑时他则称需要公司的安排 一直给予鼓励的小师姐徐亚涵也表示 师妹西田惠里奈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花了很多心思 所以希望她有好的成绩 此外近来一直在内地拍戏的她表示 虽是第一次演戏但自己担任女主角一职 所以戏份很重 不过当中有很多全新的挑战 希望借此让粉丝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最近呢我到内地浙江拍摄电影 那其实是演女主角的角色 所以呢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因为我是第一次演戏 然后戏份就这么重 那这部片名叫做绑架大明星 剧中的角色呢 她的性格是属于一个傻大姐 然后其实有点叛逆但是又很淘气的一个小孩子 那其实剧情呢就是在描述这个小孩子 他在追一个明星爸爸要认他为干爹 不是应该是认他为爹才对 那其实剧中呢有很多非常多的内心戏 还有哭戏的呢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需要好战的地方 那其实在这当中呢有大家平常看不到的我 所以请大家